- 他們的那個創辦人金范希 - 也有在財報會議上講到說 - 也有在財報會議上講到說 - 欸 它有...它越來越確信台灣市場的這個發展潛力 - 喔...對... - 所以他們有賺到錢了嗎?在台灣 - 在台灣... - 其實... - 剛是說有可以轉移嗎? - 但如果只講在台灣還沒有... - 對... - 還沒有... - 嗨 歡迎收看圖蘭說科技 - 我是節目主持人紫香 - 我是宇軒 - 圖蘭說科技是DigiTimes推出的一檔營節目 - 我們需要用圖表跟數據與年輕鬆走 - 欸...你知道最近有一間韓國的電商在台灣很夯嗎? - 對... - 台灣很夯的電商喔 - 你是說那個Coupon...Coupon嗎? - 沒錯... - 喔...對...我今年看到他們很多廣告 - 我也下單了 - 也有買... - 也有買... - 真的...我身邊就蠻多人有下單的 - 對啊... - 而且他們就看中它那個跨國的免運門檻很低 - 對... - 對... - 還有一些韓國商品在上面比台灣買都還便宜這樣 - 這樣... - 對啊...就... - 它既然那麼便宜而且免運又低的話 - 幹嘛不直接從韓國買就好 - 真的... - 對... -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賣 - 只是它在台灣賣那麼便宜它可以賺到錢嗎? - 欸...這是一個好問題 - 其實它... - 賠錢賠滿多年車 - 賠很多年是不是 - 對... - 一直到去年第三季 - 第二季 - 第二季 - 第二季 - 它才開始優虧轉盈這樣 - 是... - 喔...所以它不用說什麼秘密武器可以讓它賺錢嗎? - 它引以為要的秘密武器就是它的那個物流中心 - 物流中心 - 它的物流網這樣子 - 而且是高科技的物流中心 - 高科技的 - 沒錯... - 那這次我們就仔細展開來聊一下Coupon的秘密武器 - 還有它為什麼要進軍台灣好了 - 好... - 那在我們進入節目之前呢 - 我們先進一段推廣服務時間 - Special Report 是專為產業高生打造的全方位科技產業趨勢指南 - 助您制定長遠的策略與目標 - 採用 Digitense 研究中心獨家研究方法 - 從工業的角度出發 - 結合產業高生和第一線人員的訪談 - 篡顯出涵蓋半導體 - 卡鐵 AIoT 等六大指標產業的深度報告 - 歡迎查看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- 了解關於Special Report的資訊 -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那個Coupon是來自韓國嘛 - 對 - 那它其實是一個韓裔的美籍企業家 - 叫做金飯喜 - 它創辦的 它打造的 - 那現在業界其實普遍都稱它說 - 它是韓版的亞馬遜 - 韓版亞馬遜 - 對 但其實最早它不是這個經營模式 - 不是現在這個模式 - 對 - 那它是經歷了什麼 風霜 - 還走到這一步嗎 - 沒錯 它是一路慢慢演變的 - 它最早比較像那種團購平台 - 團購平台 - 對 它以前 - 而且其實團購平台一開始算滿成功的 - 是 - 它大概花三年的時間就開始賺錢了 - 就開始盈利這樣子 - 滿厲害的 - 對 只是後來就開始遇到一些問題 - 比如說當年 - 那大概是十幾年前 - 就是可能它的這個配送時間 - 不像現在一兩天就可以送到 - 這樣滿久 - 對 退貨流程什麼也很麻煩 - 對 但它當這個只是團購平台 - 它很難去處理這些事情 - 對 - 所以它後來就覺得痛定死童 - 它決定 - 自己做 - 沒錯 大改平台的設計 - 建立自己的物流系統這樣子 - 原來如此 - 對 那就開始用它自己的這個物流系統 - 去提高它的這個配送效率 - 對 它也可以就慢慢的往跨境電商 - 這幾年就開始走跨境電商的路線這樣子 - 那比較特別的話是 - 它會跟這個南韓的當地中小企業合作 - 對 - 去跟他們談一些比較便宜的價格上架在平台 - 對 那這樣子的話 - 消費者就可以用便宜的價格去買到商品 - 那Coupon也可以推這些南韓的中小企業 - 在南韓發展或是出海外這樣子 - 一個雙贏的概念 - 沒錯 - 對 - 那所以這樣聽起來就已經是 - 大家比較熟悉的Coupon的模式了 - 對 - 所以他們是透過建立自己的物流中心 - 可是這不是滿貴的嗎 - 都建這種物流中心大型的 - 對 - 對 其實投資真的要滿多錢 - 是 - 因為所以他們也虧了很多年 - 開始 - 對 對 - 虧了大概六年多吧 - 六年喔 - 那但是其實你如果做好物流網 - 你就可以大幅提升這些運輸效率嘛 - 對啊 - 然後降低這個運輸成本 - 那另外也可以推出一些他們比較特別的服務這樣子 - 對 - 比較具體來說他們最有名的有一個服務叫火箭配送 - 對 - 那火箭配送它就是主打 - 你下單12小時內它就會出貨 - 是 - 然後當天就可以送到你家 - 這樣子 - 了解 - 那這個服務其實就需要有足夠的物流中心支撐 - 要夠多它才有辦法送夠快 - 夠近這樣子 - 對 - 那再來就是它會搭配AI這些高科技去計算配送路線 - 然後打造說真的可以在時效內達成任務的這種服務 - 有一些科技所能去輔助 - 沒錯 - 可是這種二四小時送貨到府的服務不是不難嗎 - 像台灣不是蠻多家都有這種服務 - 它怎麼是吸引到像軟銀這種投資者 - 對 - 這麼說也是 - 對 - 應該說火箭配送是它最有名的 - 是 - 但它其實還有一些蠻特別的服務 - 對 - 現在台灣是 - 因為台灣它也有在台灣服務 - 只是有一些還沒有進來台灣 - 那在南韓本地它其實有一個是24小時的 - 發貨的生鮮服務這樣子 - 生鮮喔 - 對 - 生鮮就不容易了 - 因為很容易壞掉 - 對 - 所以它厲害的地方就在這邊 - 因為比如說大家會想說 - 是生鮮配送的話 - 可能需要有這種冷鏈的物流 - 對 - 可能要特別有買這種比較有冷凍庫的卡車 - 什麼的 - 對 其實它完全沒有這個方面 - 沒有這個東西 - 對 - 它其實是透過機器學習 - 預測各地客戶的需求 - 然後預先就調節好各地的庫存了 - 對 - 其實透過AI或是直接去預測這樣嗎 - 對 對 - 然後調節好各地的庫存之後 - 你就可以幫那邊的客戶配對到一些 - 比較低價的生鮮產品 - 對 - 客戶下訂單之後 - 那Coupon還有另外整合物流 - 那物流網因為夠近 - 因為它夠多一個嘛 - 100個物流中心 - 是 - 所以它可以在計算出 - 一般卡車就可以在時間內送到的距離 - 對 - 就是它還是冰冰的時候就可以送到 - 對 - 還是冰冰的時候就可以送到 - 不會壞掉 - 對 - 對 - 那這樣它就不用另外組建這個 - 冷鏈物流 - 對 - 所以拼了速度 - 然後又省一大筆錢 - 對 - 真的要很多物流中心才算得回來 - 才做到這件事情 - 對 - 那是怎麼賺回到這個錢了咧 - 好 - 就是不是虧了六年嗎 - 沒錯 - 好 - 講這個話就要講到 - 因為我們剛有提到就是 - Coupon的模式 - 就是它要走這個強大的物流網 - 還有它又結合AI科技這些東西 - 對 - 然後去做這些差異化服務 - 那當然我們就要了解一下它的這個 - 物流中心 - 物流中心 - 對 - 我這邊整理一個新的標 - 它介紹一下他們最新的那個 - 大丘的物流中心好了 - 是 - 我看它2022年才竣工所以是滿新的嘛 - 沒錯 - 現在它裡面就採取一個叫 - 叫GTP的系統 - GTP - 對那GTP的意思就是 - Good to a person - 貨到人的概念 - 貨到人 - 對就是我們人不用親自去拿貨物 - 是貨物會送到我們人的手上 - 你就送到在倉庫工作的人的手上嗎 - 對 - 所以就是自動化的概念嗎 - 對其實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- 所以它裡面就有配備非常多 - 相關的這種設施 - 比如說無人搬運車AGV - 減貨機器人啊 - 無人堆高機之類的這種 - 高科技的物流設施 - 了解 - 像剛剛有講到那個 - 無人的搬運車AGV - 它滿特別的 - 它是沿著那種地上的QR Code - 去走動走這個路線 - 對然後精準的去把產品價 - 移到該去的作業區這樣子 - 對所以比如說像工作人員 - 它可能就不用移動 - 它只要站在它的作業區 - 等AGV搬過來貨架 - 然後它就可以再挑出商品 - 分貨就好 - 對 - 了解了解 - 像剛剛有說到大丘這個物流中心 - 它的七樓九樓 - 就有那個AGV的區域 - 裡面就配備1000台這個機器人 - 1000台 - 對 - 你說一個物流中心 - 兩層樓就1000台 - 對 - 要不然1000台 - 而且每一台都可以舉起一頓的貨架 - 太厲害了吧 - 聽起來還蠻酷的 - 而且它可以自由移動 - 自由移動這些方向路線 - 對然後像他們有 - 官方次有數據指出說 - AGV接到工作指定之後 - 它只要平均兩分鐘 - 它就可以去搬貨架過來給工作人員 - 再搬回去 - 再搬回去 - 太好用了吧 - 雖然是有聽說最近的物流中心都自動化了 - 可是能聽到實際的運作流程還蠻厲害的 - 對 - 好壯觀那種感覺 - 對而且可以省人力支援 - 真的 - 像庫盤方面也有透露說 - 引進這個AGV之後 - 他們的這個 - 員工的業務量大概減少65% - 滿多的 - 對所以自動化技術其實也可以減少一些 - 員工的業務強度這樣子 - 所以就是物流中心越強 - 可以推出更多的服務 - 所以可以讓它比其他電商更有競爭力 - 沒錯 - 對你總結得蠻好的 - 感謝感謝 - 對對對 - 所以它 - 對像你剛剛有提到 - 它前面打造這些物流的投資 - 都需要蠻大的資本這樣子 - 對 - 那Coupon的模式 - 本身它也需要真的蓋好這些物流的網路 - 它才可以發揮它最大的 - 效果 - 對對對對 - 所以其實你這樣聽起來就是知道說 - 它要先很多錢 - 然後還要有時間跟這些設備都弄好 - 才可以開始慢慢賺錢 - 就是騎了才能一次賺到錢 - 才可以賺錢這樣子 - 對所以它的營利其實需要一些時間 - 去醞釀這樣子 - 你剛有提到六年嗎 - 對對 - 所以像它南韓自己推這個事情 - 到營利大概花了六年 - 對啊像 - 它那時候已經累積虧損到六兆韓原 - 六兆韓原 - 六兆韓原 - 然後到2022年第三季我剛才說 - 它才開始有可以賺贏嘛 - 對對對對 - 但其實這些設備還沒有攤平 - 只是它開始有 - 開始賺而已 - 對對對對 - 所以其實這種新興無聯網 - 還是可以賺得到錢 - 只是需要慢慢的賺這樣子 - 沒錯 - 至少它證明說 - 它這商業模式不是賠錢的 - 了解 - 是有賺錢可能 - 賺錢的可信性 - 是是是 - 沒錯喔 - 對 - 剛就有講到說 - Coupon開始做跨境便商嘛 - 所以它開始 - 要把這些成功模式 - 對 - 它想要把成功模式 - 複製到國外這樣子 - 對 - 所以就來台灣了 - 來台灣 - 所以他們有去其他國家嗎 - 其實有 - 還有去日本 - 新加坡 - 這樣子 - 那日本拓展的蠻辛苦的 - 就是 - 所以大概 - 成到今年上半年的時候 - 就瘦掉了 - 好像三月的時候 - 喔 - 台灣那麼紅 - 他們應該蠻欣慰的吧 - 有 他們現在就還蠻看重 - 台灣市場的 - 對啊 - 像最新一季這個 - 二零二三第三 - 二零二三年第三季 - 它發表那個 - 財報的時候 - 是 - 他們Coupon就有提到 - 台灣的市場 - 就說台灣市場的這個 - 成績很好 - 這樣子 - 還有特別講說 - Coupon在台灣的銷售 - 他們有多了數百萬的商品啊 - 裡面有70%是來自 - 南韓中小企業嘛 - 對不對 - 所以他就有再次推移一下說 - 欸 Coupon跟中小企業這種雙贏合作 - 是在國際也可行的 - 對對對對 - 是感覺是可以在外面複製的 - 對對對對 - 他想要複製成功模式 - 那所以他也有規劃明年要在 - 2024年要在台灣建設 - 第三個物流中心 - 第三座了 - 第三座 - 對 - 那 - 應該是我有幫到忙啦 - 就是要幫忙消費這樣 - 畢竟他們不是690 - 就可以從南韓直接送過來嗎 - 對對對 - 所以真的蠻便宜的 - 對對對對 - 你在偷廣告嗎 - 請把錢匯到這個帳號 - 好啦 - 這真的很便宜 - 真的真的很便宜 - 真的真的很便宜 - 對啊 - 所以像這個操作 - 真的是讓Coupon在台灣 - 蠻快就打開知名度的 - 對對對對 - 所以像 - 講到台灣 - 很快就拓展這個知名度起來 - 他們的那個創辦人金范喜 - 也有在財報會議上講到說 - 它有 - 它越來越確信 - 台灣市場的這個發展潛力 - 對 - 而且比較特別的點是說 - 比起它在南韓 - 第一年推動這個火箭配送服務的時候 - 在台灣推動的這個成長速度 - 是喔 - 所以他們有賺到錢了嗎 - 在台灣 - 台灣嗎 - 他們雖然有虧轉眼了 - 但是在台灣 - 還沒有 - 還沒 - 還沒 - 對 - 因為南韓有教授分析啦 - 是 - 像這個台灣 - 它的這個物流中心 - 還沒有蓋得很齊 - 第三座位嗎 - 對阿 才第三座位 - 對阿 才第三座位 - 所以你這樣很明顯的 - 你看對賓南韓一百座 - 對對對 - 對不對 - 加上南韓也花了好多年 - 才開始引力嘛 - 對 - 所以他們是推估說 - 台灣可能也要七八年 - 才會開始回收 - 七八年喔 - 所以我們就只能繼續看下去 - 沒錯 - 繼續看下去 - 是是是 - 但其實它現在在這個業務上的潛力啊 - 還有這些階段性的成功 - 是 - 是有反映在它股價上啊 - 反映在一些資本市場的方面 - 也算是個好消息 - 也是個好消息 - 對對對對 - 沒錯 - 那以上就是我們突然說科技的內容 - 感謝各位的收看 - 那以上的數據呢 - 都可以在資訊欄找到下載連結 - 想跟公關的報導跟數據 - 也可以看到DKANZ會員服務 - 沒錯 - 那突然說科技會在每週一的晚上八點 - 在DigiTime YouTube頻道獨家播出 - 歡迎各位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- 就能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通知啦 - 那突然說科技我們下週見 - 掰掰 - 掰掰 - 掰掰 - 我都在韓國超市看一看啊 - 然後再 - 沒有沒有沒有 - 我又打開Coupon看一看 - 喔Coupon比在韓國超市買還便宜 - 真的假的 - 真的真的 - 然後又免運嗎 - 對 - 我就看一看那些很難搬回台灣的 - 我就直接下單 - 訂回台灣 - 直接送到你家 - 滿口的這樣 - 像泡麵 - 像泡麵 - 藍泡麵 - 瀟燕 - 藡泡麵